严宽恒投入选战的财产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而中选会也公告最新财产申报 和乡亲依依握手把干净 虽然严宽恒拼全力拉票 但财产一直备受外界质疑 而现在最新财产申报又曝光了 这份中选会公告的财产申报中和去年相比 原本66笔土地变成62笔 而建物部分则是10笔 投资事业也不见侨红公司 虽然存款从8000多万变成2700多万 但有价证券从614万增加到1384万 今年的身价一定是超过11这个数字 房价都是涨的情况之下 它的土地价值一定比去年来的高 财经专家这么说不是没原因 因为近十年来台中的土地限值就涨了58% 再细看盐宽恒夫妻所持有土地 以无期段为例 现在土地限值每平方公尺3万多元 换算下来价值高达3100万 另外台中七期精华地段 会顺段土地限值 每平方公尺16万元 算下来也有1400万 以盐宽恒夫妻俩62笔土地来看 几亿元跑不掉 台股今年的状况 今年也比去年来的高 理所当然的推论 它也是比去年来的好 以盐宽恒持有的19档股票来看 若以最新收盘价为基准 光是这支精裁 限值就高达2797万 全训这档股票算下来 更高达4600万 19档股票加总限值就有上亿元 尽管盐宽恒被外界分析 身价至少破10亿元 民众都非常羡慕 但在地明代看来 仍有多个地方 怪怪的 如果是土地又减少 现金又减少 但是钱又不知道跑哪里去 你那委员要不要讲清楚 全部都是公开透明 可以被检验的 所有的借贷也都是合法的程序 盐宽恒阵营强调 财产取得都完全合法 并且也依法申报 但现在盐宽恒投入补选战局 财产中的每一笔数字 势必都会被放大监视 而有关盐宽恒的财产申报 位在台中西屯路的 私人招待所又引发争议了 律师掉了藤本资料 发现买的时间是民国100年 但申报怎么会是在 民国94年的时候呢 台中西屯区朝贵路 严加私人招待所外观霸气 盐宽恒23号说 是他带很多钱买下的 律师周武荣出示藤本资料 显示盐宽恒100年购买时 并没有登载房屋贷款 应该是现金买房 直到103年才拿不动产 跟银行抵押借款当周转金 因为100年的时候 他向权力没有设定抵押 是一个很清楚的产权 没有跟银行借钱 直到103年的时候 才去向国泰司法设定抵押 最高限额抵押 8400万 那个财产申报里面 项目栏里面写的是周转金 而不是那个房屋贷款 根据盐宽恒为了参选的最新财产申报 7000万债务依旧存在 明目是周转金 不是他口中说的房贷 而这间招待所 盐宽恒申报时间 是94年8月2号取得 被律师踢报 时间也不对 他那个一定是乱写的 为什么 因为94年的时候 这个招待所还没有盖好 因为他是在95年 所以说那个94年 那个取得绝对是骗人的 律师批评颜宽宏财产申报 错误摆出 和本人说法差很大 颜宽宏竞选总部则表示 需要时间向当事人求证 才能回应 三选成家文各自公租军 台北报道